那当然大陆最大的困难是市场的管理问题 因为大陆每个省市各有各的一些管理的规定 那官员这个执法有时候也宽延不已 那我们最遗憾的是还有一些是属于台湾的这个酒商 那联合大陆的这个业者 仿制了很多进门嘎粮酒 最近在过年之后 这个蓝安前州市政府刚刚打假 这个数量观察比我们真正的酒还多 所以这是经久在大陆布局最大的一个隐忧 所以我也常常跟台湾的财政部呼吁 我是觉得他们现在就说我们这么多的这个税负 照理讲要提拨一部经费 在我们大陆布局的初期 可以给我们去做一些这个专卖直营店 那么让每个地区都可以找到真正的这个对照的地方 当然最近这几年我们对于这个防围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因为过去我们这个酒标 都是由民间的这个业者来承拦 那我就练现场之后 我觉得这个酒的这个安全 它的真实是不容有任何的指控 所以尽管这个我们委托中央印制厂的印制的价钱高出很多 但是它就像印制草票一样 里面有各种防围 那当然防围的这个说明 在我们这个酒标后面都会互助在那里面 那这样做之后 我想只要消费者稍微用心 大概就可以很简单的就可以辨识出 这个是真酒还是假酒 但这就是那个除 orders 第一个 dressing 这么个室未来 但是这样做到 说 없습니다 也不用多好 我们下文仔现在 稳请 转